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似乎已经越来越习惯 在个性化推荐的猜你喜欢中 去发现和定义自己的生活 也时常会错乱 偶尔会不知道 该置底心中的哪一种感受 当感悟越来越碎片 情绪也越来越优微 那些能够结结实实在一起 去共同经历一件事情的机会 总是令我们倍感珍惜 去年 现实营业的十七号音乐仓库 和你短暂的告别 打开不会是个毛皮把吧 别说了 你要你记得你要去 你跟我说你爱什么 但生活这场live演出 却从未停止了 中十七号 载人飞行任务 中十七号 载人飞行任务 中十七号 载人飞行任务 带来了一群温暖的新伙伴 我不知道这一次几位将会以怎样的画风 去写仓库的故事 是这样吗 这样 还是这样呢 或许以上都只是我的一些想象 我和你们一起期待 和相信着 真实的时间 永远充满无限的景象 无论如何 这个集体回忆越来越少的碎片化时代 又有一群人 因为这间小破仓库 凑在了一块 共同去创造一段新的记忆 这本身 就已经是 格外美好的一件事情了 Made for me and you 好 哈喽 大哥你玩摇滚 你玩他有啥用啊 你是 第一阵 哈喽 你来一个优势吗 你这次在乱动 我们在乱动 这种人 我去看 你去看 我去看 你去看 我去看 不应该 你好 没见错地种吧 是吧 没人 一个人自己说话有点犯神经 应该是来人了 你好 是七号音乐窗户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黄子洪凡 你好 龙哥 你好 你好 这个我 我已经 你第一个到啊 对我站了半天了 哎呀让你久等了啊龙哥 黄子洪凡 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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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咱上次的演出 你是主持 哎对对对对 对对对 行了这有一个就没那么尴尬了 我以为进来就有投资人呢 你还没干着 对对 其实我那我不装了 我今天是 好是吗 我今天是 开玩笑是吗 没有装装的装的 这是装的 这是装的 小黄特别坏 你上来啊 我是这个什么谁谁谁就是 特别逗 他是很风趣的一个孩子 你没带包啊 我没有 啊 但是行李箱 他们给拿走了 不 这是秘密准备的包 说每个人都有秘密武器吗 不是啊 啊 啊 是这样吗 我什么都没有 假装是不是 这没有 什么都没有 哎呀我这 两斤多的东西呢 里边装呢 哎呀哎呀 哎呀 哎呀 小黄特别坏 特别坏 去年你知道吗 去年我看了 我看了节目 我看了两三期 对对对 去年好像是得自己自浮云亏似的 哦 就是你得想办法正正点 是是是 对对对对对 你在经营上有什么长相 哎呦 哇天呐 哎呦哇天呐 我经营这块那是 那是 是一窍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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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到大 龙头肯定有点招吧 呃 我只能提供一些失败经验 不那好 我觉得经验失败的是最重要 是吧 这样子大家能少走很多弯路 就是避免 避免很多弯 对然后来这肯定有个厉害的 有经验的小伙伴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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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远哥来了 嗨嗨嗨嗨 大远你好 你好 来证捐你的爱情 也不算特别好久不见 东哥 对不对 都练鞋式了 黄泽 这头发做起来还行 做起来还行 昨天我剪完金龟子头 昨天剪完像锅盖似的 纯锅盖头 我说你这要是唱歌 人家可能就不一定想听了 对 就是 你看看 这单子没有人 远哥是我们投资人 然后完了她是今天的 我们那个大老板 因为最主要 她之前跟我分享过很多 她就是经营上的一些经验 你这个 高调了 高调 主要呢 就是你俩都是第一回来 确实 我上一季来过 所以我也算你们的前辈 跟元老了 确实是前辈 元老了 确实是前辈 确实是前辈 我们俩跟她聊了 只是看了那么两三期了解了一下 对 这边就是上一季已经铺垫好了很多的 就是一些舞台 还有些小吧台 所以就是这都是珍贵的遗留资产 珍贵的遗留资产 谢谢前辈们 谢谢 谢谢 感恩的心 谢谢 谢谢 好好站一尝 谢谢